聖靈充滿是司徒行轉一個很重要的主題,來到第十九章,其實已經是路加醫生第十二次記載聖靈充滿。 聖靈充滿是司徒行轉一個很重要的主題,而徒行轉一個很重要的主題,而徒行轉一個很重要的主題,而徒行轉一個很重要的主題。 聖靈充滿一陣大風吹過,忽然是什麼意思? 就是門徒也好,使徒也好,彼得也好,他們都不知道聖靈原來就在那個時候降臨,這是第一次教會經歷聖靈降臨。 不過很清楚,第四節說,他們就都被聖靈充滿,按著聖靈所賜口才,說起別國的話來。 這個經歷很清楚,第一次教會經歷聖靈降臨五巡節,忽然之間,不是他們計劃的。 沒有人在他們身上按手祈禱,聖靈就是這樣充滿他們。 他們所經歷的不是他們自己的力量,不是他們經歷的是聖靈似他們的口才。 怎麼證明不是他們自己的力量,因為他們竟然會懂得說別國的話來。 有時候我們都用錯了這段聖經,宣教士去到海外,要學另一種話,我們為他們祈禱,求主給他們有五巡節,聖靈的恩賜。 請留意這道士徒門徒,不用學的。 不用帶著靈革風? 還是什麼樣子,在那裏摸摸摸摸,不需要的,就是起床就講的。 這個肯定是出乎他們的意料之外,不是他們的能力範圍,完全是神自己的作為。 這個是第一次。 然後呢? 四章,第八節。 那時,彼得被聖靈充滿,對他沒處。 又是兩個字。 那時,你蓋上聖經,說不說得出,那個是什麼時候? 那個是彼得約翰站在耶路撒冷猶太的工會,接受祭司文士長老的盤問。 那時,彼得被聖靈充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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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得嗎? 四個門徒撇下如船如網,跟從了耶穌。 那就是彼得、安德烈、雅各和約翰。 那時,彼得被聖靈充滿。 那時,彼得被聖靈充滿。 能、言、善、善、變。 蘇格拉底、柏拉圖、阿里士多德。 坐著和你聊天,就能教你智慧。 彼得約翰不是受過這些retoric的訓練的人。 不但如此。 這裡說,他們的膽量。 我們回頭看五巡節。 你明白嗎?十一個使徒和彼得站起來高聲為耶穌做見證。 是耶穌在耶路撒冷被釘在十字架之後的五十日。 你明白嗎? 耶穌釘在十字架上,祂的罪名是猶太人的王。 即是羅馬帝國的叛國二十三條。 亦是猶太公會祭司長、民事、法利塞人、薩刀該人, 定耶穌蝕讀上帝的罪。 在這樣同一個城、同一個地方五十日。 今天是一月二十幾日。 五十日前,十二月中旬,還是上旬左右。 這是很近的事情。 你還可能在那時候Christmas shopping, 還是中國遊客在那裡血拼? 是很近的事情。 但是他們能夠這樣站在那裡為那薩勒人耶穌做見證。 膽量衝開以來,聖靈充滿。 這是四章第十節。 這四章所記載。 彼得被聖靈充滿。 然後你看到四章三十一節。 第三次,盧家醫生記載聖靈充滿。 三十一節說, 討告完了,聚會的地方震動。 他們就都被聖靈充滿。 放膽講論實的道。 又是兩個字。他們是誰? 不僅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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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差不多可以加上討告說,討告完了,他們會有,全教會就被聖靈充滿。 劉心,他們祈禱退到最後,求甚麼? 會有說,他們恐嚇我們現在求主監察。一方面,叫你的伯仁大放膽量,講你的道。 另一方面,伸出你的手來醫治疾病,使神職其事,恩著你聖伯耶穌的名,行出來。 於是,跟著路家就記載,討告完了,地方震動,他們就都被聖靈充滿。 有沒有留意到路家很幽默? 在這書,他說,放膽講論神的道,沒有提醫病神職其事。 教會祈求兩件事,路家說,上帝聖靈充滿他們,應驗了,放膽講論神的道。 不是關上門,在教會裡面舉行廣道比賽。 大家放膽廣道,那不是不用放膽的,每個人都有膽的。 是出去,站在耶路撒冷,就在耶穌被釘死的同一個地方,放膽為拿撒勒人耶穌做見證。 那麼神職其事呢?醫病趕鬼呢?有。 小狼傳有記載,不過在聖靈充滿這個大前提下,路家沒有提這件事。 跟著第四章說下去,是說凡物功用,彼此傷害。 第五章說下去,不要欺控聖靈,完全沒有提神職其事,沒有提醫病趕鬼。 這是第三次,路家記載,聖靈充滿。 第四、第五次,你很熟悉了,斯提反。 第六章,教會選出七個有好明星,被聖靈充滿,智慧充足的人。 他們選出七個有好明星,被聖靈充滿,智慧充足的人。 這是說他的聖靈充滿,智慧充足的人。 第五十四節,眾人聽見者說極其老老,向斯提反咬牙齒齒齒,但斯提反被聖靈充滿。 啊,他說謊言?不是。 啊,他有膽量,是,他有膽量,但是,你讀下去。 斯提反,舉目定睛望天,看見神的榮耀,耶穌站在神的右邊。 他說,我見到天開了,人子站在神的右邊。 眾人,掩著耳朵,大聲哭叫,不要聽他講下去,推他出去城外邊。 做什麼?用石頭打死他。 聖靈充滿,大有信心。 斯提反,是為了殉道。 今天,靈恩運動從來都沒有跟我們說,原來聖靈充滿,其中一個可能的結果,是跟著為耶穌基督而死。 這是斯提反被聖靈充滿。 斯提反被聖靈充滿。 他說,我見到天開了。 你不要這麼高興,見到天開了。 下一步是什麼? 被石頭打死。 這是斯提反第六章,記載兩次提到聖靈充滿。 第八章,十四節。 使徒在耶路撒冷聽見薩瑪利亞人領袖神的道,就打發彼得約翰,往他們。 那裡去,兩個人到了,就為他們討告,要叫他們受聖靈。 因為聖靈還沒有降在他們一個人的身上,他們只奉主耶穌的命,受了洗。 於是使徒按手在他們頭上,他們就受了聖靈。 這處是唯一和十九章,保羅按手在以復所十二個門徒的頭上,聖靈就降臨在他們身上。 第八章,十九章,是盧家醫生記載十二次聖靈降臨的經文。 兩次是按手聖靈降臨。 留心這次是薩瑪利亞人。 我們記得一章第八節,福音要從耶路撒冷猶太傳地,薩瑪利亞直到地極。 這是一個地標,一個地標。薩瑪利亞人和猶太人蘇來母來往,並且是仇敵。 耶穌面向耶路撒冷,薩瑪利亞人不接待他們。 兩個門徒興起上來,和耶穌小聲說, 薩瑪利亞人不接待他們。 薩瑪利亞人現在信耶穌受洗。 聖靈還未降臨,使徒派彼得約翰下去。 他們兩個人為薩瑪利亞的基督徒祈禱, 按手,聖靈降臨。 這是第八章的記載。 第九章,蘇羅的悔改。 阿拉利亞進入蘇羅所住的家,按手在蘇羅的身上。 第九章十七節。 《兄弟蘇羅,在你來的路上,向你顯現的主耶穌打發我來,叫你能看見,又被聖靈充滿。》 蘇羅的眼睛好像有輪掉下來,他就能看見。 站起來,受了洗,吃過飯,就見壯了。 被聖靈充滿。 沒有廣播。 霍衛坤博士曾經在我們城北華基的主耶崇拜解釋過這段聖經。 他說,你看上去前面。 主對阿拉利亞說。 第十五節到第十六節。 他說,你去。 因為蘇羅是我所挑選的器皿,要在外邦人軍王以色列人的面前宣揚我的名。我要指示他,為我的名必須受許多的苦難。 為什麼阿拉利亞沒有提受苦? 是不是他不想嚇壞蘇羅,免得蘇羅不肯做使徒呢? 如果蘇羅那麼容易被人嚇壞,大概都不是使徒。 不是,阿拉利亞有說。 阿拉利亞說,並且又被聖靈充滿。 會不會其實就是在說為基督的名受苦? 不是,我們想聖靈充滿是說謊言,行神職歧視,睡在地上,很平安。 斯蒂藩,我們忘了。 剛剛記載,斯蒂藩就被聖靈充滿,看見天開了,然後就為基督的名被石頭打死。 所以蘇羅被聖靈充滿,說的是什麼? 如果我們不是把我們自己的意思讀進去,從《使徒行傳》的記載來看, 可能這裡的意思跟上文說,為我的名受許多苦難是同一件事。 還有,第十章,四十四節。 你又很熟悉了,是溫習的。 彼得還說者話的時候,聖靈降在一切聽道的人身上。 彼得在哪裡? 過來留的家。 教會歷史上, 頭一個外邦人信耶穌, 羅馬的軍官, 全家信主。 彼得去祂家, 說道上帝要給祂見異仗,祂才肯去。 都未曾說完還說者話的時候,最低限度。 我們說祂未曾呼召, 開報道會最後要呼召, 都未曾決志, 還在說最後結束的說話,聖靈就已經降在一切聽道的人身上。 和彼得一起去奉葛禮的信徒, 猶太的信徒, 他們見到這樣的情況便稀奇。 但是,聽見他們說謊言,稱讚上帝, 無可抵賴,聖靈的確降臨。 於是,你有沒有留意到彼得跟著說了一句很奇怪的說話? 我們讀聖經,有時候正襟危坐, 不太覺得原來很有文章。 彼得說什麼? 彼得說這些人既受了聖靈與我們一樣, 誰能禁止用水吸他們施洗呢? 原來當時是禁止為外邦人施洗的。 對呀, 接著回去彼得、巴拿巴、蘇羅, 就被耶路撒冷教會開會信他們。 這些是外邦人, 未受割禮的。 你怎麼可以說他們信耶穌就跟他施洗? 當時是這樣的情況。 但是聖靈降臨, 你可以說沒有規矩的。 沒有說先要受割禮, 先要受水禮, 先要缺自信耶穌, 彼得還說這話的時候, 聖靈就降臨。 用二章第二節, 忽然之間。 看到嗎? 這是另一次聖靈降臨。 十一章, 二十四節, 你可能沒什麼留意的一節, 很重特別的記載。 這巴拿巴原是個好人, 被聖靈充滿, 大有信心。 巴拿巴是誰? 你記得他。 賢慧子, 我們解釋過了。 巴拿巴不是他的真名, 只是花名而已。 巴拿巴是個好人。 這裏記載的, 是他降臨安提阿。 在那處, 他是被聖靈充滿, 大有信心。 這兩句話, 我們剛剛才聽過。 不要水過鴨背。 上面說是誰? 被聖靈充滿, 大有信心。 在《使徒行傳》第六章, 說的是史提反。 巴拿巴和史提反, 同樣是被聖靈充滿, 同樣是大有信心。 巴拿巴下一步就被 用石頭打死了。 和史提反一樣, 因為他被聖靈充滿。 不是, 沒有公式的。 不要框住了聖靈。 巴拿巴沒有被石頭打死。 巴拿巴是去牧養安提阿教會。 是的, 牧養教會都需要聖靈充滿, 要很有膽量的。 否則早就不做了。 聖靈充滿, 不是一定, 史提反是去信道, 巴拿巴又要去信道。 不是, 不要這樣看。 我們很喜歡把框, 框了去《使徒行傳》。 《使徒行傳》沒有框。 聖靈充滿了史提反, 然後被石頭打死。 聖靈充滿了巴拿巴, 然後他去大掃, 找了蘇羅回來。 十三章第一節, 他在安提阿教會建立一個夢幻的教目團隊, 聖靈來拆火, 分派巴拿巴和蘇羅, 去做我吩咐他們要去做的工作。 四次宣教的旅程, 就是從巴拿巴開始。 巴拿巴被聖靈充滿。 十三章第九節, 保羅傳道的時候, 他被聖靈充滿, 斥責行邪術的耳裏盲。 十三章五十二節, 結束的最後一句, 又是很特別, 很有意思的一句總結。 十三章最後一句很簡單的, 他說, 門徒滿心喜樂, 又被聖靈充滿。 但你讀上文, 你就知道門徒是沒有理由喜樂的。 為什麼? 因為巴拿巴和保羅 剛剛才被人趕走了。 我們或是會被聖靈充滿。 不是的, 使徒帶他們信耶穌, 再陪他們, 剛剛才站穩。 現在被趕走了。 門徒應該如果你是奴家, 你怎麼記載? 滿心憂愁, 愁眉苦臉。 哎呀, 怎麼算好? 不是的, 門徒滿心喜樂。 你就明白了, 下面那句, 又被聖靈充滿。 在逆境的當中, 在逼迫的當中, 在壓力之下, 門徒能夠滿心喜樂, 是因為他們經歷聖靈充滿。 這次是第十一次。 最後我們剛才讀過十九章。 十九章所記載的這件事, 寶羅來到爾弗所, 遇見幾個門徒這件事, 其實是與十八章的下半章分不開。 剛才我們從二十四節《阿波羅》讀起, 其實應該再早一點, 十八節。 十八節是記載寶羅第二次的宣教旅程結束。 和你很快去溫習, 說過了, 你也很熟悉。 十三章, 巴拿巴和蘇羅出去, 十五章, 回到耶路撒冷開完會, 跟著巴拿巴和保羅二人分開。 但安提科教會很成熟, 沒有因此分裂, 反而重複他們宣教的預算, 支持兩隊宣教隊伍。 巴拿巴和馬可約翰去了居比路, 保羅和西拉回到探訪教會。 很奇怪, 聖靈不准他們說道, 耶穌的靈不許, 記得嗎? 然後, 原來是為了馬其頓的異仗。 夜間有一個馬其頓人對保羅說, 請你過來幫助我們。 奴家醫生在這個時候加入保羅的宣教隊伍, 所以他的寫法就轉了, 我們隨即坐船, 從亞洲和歐洲去。 第一個是羅馬的駐防城, 菲勒比。 那書, 保羅西拉被監禁, 晚上半夜唱詩討告讚美神, 眾囚犯則以而聽, 和歐洲和歐洲去。 那是保羅的第二次傳道的旅程, 去到歐洲的第一陣。 然後, 神給他開路, 帶領他去到雅典, 去到哥林多。 在哥林多的地方, 保羅遇到亞居拉, 白基拉這一對的夫婦, 和他們一齊跡象棚, 在哥林多, 傳道一年半, 十八個月。 十八節, 十八章十八節, 保羅現在回去了, 阿居拉和白基拉, 和他一齊, 不然, 到了以弗所, 留下了白基拉和阿居拉在以弗所, 保羅自己回到耶路撒冷, 安提厄。 在這段時間, 保羅回去了, 有一個猶太人, 名叫阿波羅, 在以弗所出現。 阿波羅是一個什麼人呢? 他是一個在海外生長的猶太人, 他在北非, 在埃及, 在亞歷山大這個古城長大, 很有學問, 很懂, 舊約聖經, 是一個猶太人, 不但如此, 這人已經在主的道上受了教訓, 並且心裡火熱, 將耶穌的事詳細講論, 在此出現。 在歐多數值拍攝, 請示他單曉得, 弱汗的洗禮。 其實這句話可圈可點的。 阿波羅明白聖經,阿波羅很有學問,阿波羅認識耶穌是基督,在主的道上受了教訓,阿波羅熱心將耶穌的事情教訓人。 其實阿波羅很不簡單,如果你讀哥林多前書,你就會發現保羅與阿波羅的關係很密切。 哥林多教會的人不相信,他們就拍心口,我是屬阿波羅的,另外的人更不相信,我是屬保羅的,保羅說不是,你們兩樣都不是。 我栽種了,阿波羅囂貫了,但是神叫你們成長,可見栽種的算不得什麽,囂貫的算不得什麽,只在乎叫他生長的上的。 所以,阿波羅和保羅齊名,兩個人都這麽重要,對哥林多教會的影響很深遠。 阿波羅是什麽人有這樣的資格?如果你看回路加這幾句的介紹,他是跟過耶穌的。 如果不是你解釋不到,他怎麽能夠在主的道上受了教訓?我們甚至大膽地說,聖經學者說,耶穌復活之後四十日和門徒一起,開他們的心笑,使他們明白聖經,阿波羅分分鐘在場。 不過,聖經學者說,為什麽他只懂得約翰的洗禮?這句話的意思,即是說,從五巡節發生的事,到十八章使道行轉,這十一次聖靈降臨,阿波羅沒有經過,阿波羅沒有在場。不知是什麽原因,可能早走了。 在耶穌還在生的時候,那四十天,阿波羅要回家。聖經沒有記載,我們可以推測,但沒有百分之一百肯定的答案。 當耶穌吩咐門徒要留在耶路撒冷等候聖靈,阿波羅已經走了。 所以,現在他出現在出現在耶穌所,全道見證耶穌基督,阿居拉白基拉一聽,就發現他好像不認識聖靈的降臨。 於是,於是在第二十六節,他們便接了他,大概意思是回家,便將神的道給他講解更加詳細。 这对夫妇很有智慧,他没有公开与阿波罗辩论,如果这样,阿波罗就不会成为后来神所大大使用的一个仆人,他们接他回家,吃完饭之后,冲壶,应该不是咖啡了,应该是笼井,和他慢慢讲清楚神的道, 哎呀,something you have missed,你不可以停在若汉悔改的洗礼,阿波罗明白了,他就上了去哥林多,就成为哥林多教会一个举足轻重的领袖,但当他在哥林多的时候,十九章是这样开始的,保罗在以弗所就碰到十二个门徒, 使徒行转一用门徒,就一定是讲基督徒的,所以这里不会说是讲施洗若汉的门徒,没有提谁的门徒,一定是耶稣的门徒,这十二个人信了耶稣的, 保罗很棒,保罗就是保罗,两句就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所以立刻就问了,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 他们又很诚实地说,不单止没有,听都没听过,于是保罗就问第二个问题, 这样你们受的是什么洗,他们说是若汉的洗,听不听得出那个来龙去脈? 明明这十二个基督徒在以弗所,谁带他去信耶稣的?为什么只会受了若汉的洗礼? 那就很清楚了,就是十八章,亚波罗,就是在亚波罗未曾在亚居拉,白基拉家里, 受完更详细神的道的教导之前,亚波罗已经传道了,亚波罗已经带人信耶稣了, 但是亚波罗能够带领的门徒信主,只是知道若汉的洗礼。 所以这十二个人,现在见到保罗,保罗就解释给他们听,若汉所行的是悔改的洗, 他们应该相信在若汉之后要来的耶稣, 我们是信耶稣,所以他们奉主耶稣的名受洗,保罗就按手, 他们说,圣灵就降临在他们身上,他们就说谎言, 还有下面的那句话,又说渝言, 还有,你本圣经有没有几个小字? 有的,没有的话,大件事了,和合本说,画作什么? 又讲道。 你如果从第二章读到这一书,你就明白这个讲道是什么事了, 明白吗? 因为前面记载,圣灵充满,他们就放胆, 讲论神的道。 我们再说,不是关门比赛讲道, 是出去耶路撒冷,为耶稣基督放胆,做见证。 所以现在这一书,他们被圣灵充满, 他们说谎言,他们全神的名,放胆,讲道。 那,John Stott 讲得好, 来到这一书,John Stott 在他写史路行转的解释的时候, 他做了一个这样的结论, 他说今天灵恩运动很容易将这一段的经文, 变成所有信徒一定要经过的一个步骤。 你受了洗没有? 圣灵降临了吗? 还没有,安手, 那你就受圣灵, 那你就说方言, 那你就圆满了。 史路行转十九章, 是的,圣经是这么说的, 心虚。 John Stott 说, 史路行转十二次记载圣灵充满, 十二次记载圣灵降临, 只有第八章, 撒玛利亚人, 记得吗? 同十九章, 以忽所这十二个由阿波罗大信主的门徒, 是经过按手, 祈祷, 然后接受圣灵。 John Stott 是英国人, 知不知道他吗? 司徒德牧师, 刚刚去年过了身, 九十岁, 他很幽默, 他说, 今天在我们教会当中, 再没有撒玛利亚人了。 今天在我们教会当中, 也都再没有是由 只懂约翰洗礼的阿波罗, 大信耶稣的基督徒了。 这两种人在历史当中出现过, 撒玛利亚人信主, 使徒落到去, 为他们按手, 圣灵降临, 阿波罗带了十二个人信主, 保罗遇到他们按手, 圣灵降临, 不需要重复的不但如此, 使徒行传其实从来都没有将圣灵充满这个事实, 是框了在一个方程式里面, 一定要经过这样的手续, 一定要经过这样的步骤, 然后圣灵先至临到, 请问第一次圣灵是怎样降临的? 忽然, 请问圣灵降临的时候, 比特约翰教会跟着的结果是什么? 放胆讲道, 请问士尼反被圣灵充满, 信道, 请问巴拿巴被圣灵充满, 牧养教会, 懂不懂回答吗? 十二次使徒行传记载圣灵充满, 是不同的, 是圣灵作主的, 不是我们操纵的。 如果我们读使徒行传, 我们只是看到一个框框, 十九章, 第八章, 的其量是六分之一, 其他的六分之五呢? 士徒行传其实教导我们的, 是打开我们的眼睛, 懂得分辨圣灵今日在我们中间, 他怎样临在, 他怎样充满, 门徒心里起落, 又被圣灵充满, 是在一个逆境, 是在一个逼迫的当中, 为何我们今天不看这些事情呢? 为主的缘故, 受许多的苦, 为何我们是要说是属灵争战, 是撒旦魔鬼攻击, 而不是圣灵充满, 我们不懂得看, 我们要读圣经, 由神的说话, 教导我们, 如何去分辨圣灵神灵奇妙丰富的作为, 使徒行传记载圣灵神灵充满, 是一个很重要的主题, 但是, 不是一个重复的动作, 今天, 我们要小心, 又是两个字, 不需要心虚, 但是需要虚心, 同一个字, 不过反过来写, 就很不同意思, 心虚是什么? 被人问两句, 你有没有受过圣灵? 没有, 你受什么洗礼? 牧师的, 牧师不是约翰, 你不是施洗约翰的洗礼, 不是重复十九章的, 圣灵如何临在我的生命当中, 我重生得救了, 这个是不是圣灵的同在? 我的生命被改变, 结出圣灵的果子, 人爱喜乐和平, 忍耐恩慈良善, 信实温柔节制, 是不是圣灵的工作? 不是我自己的努力来的, 圣灵刺下合而为一的心, 让我在教会里面能够同心合而, 兴旺福音, 不是我自己个人的努力来的, 圣灵刺下恩慈, 让我们信徒百折各案各职, 照着各体的功用, 彼此相助, 在爱中建立自己, 这个是不是圣灵的工作? 圣灵这么清楚, 在我们当中的工作, 我们怎么可以说没有? 不需要心虚, 但是要虚心, 心虚和虚心好像是一样, 其实很不同, 虚心就是留心圣灵的工作, 不同的工作, 丰富的工作, 可以的, 是圣灵作主的, 不是我们作主的, 圣灵呼召你去到很远的地方传福音, 圣灵呼召你, 在家里面好好照大两个中国人, 圣灵充满你, 让你在逆境里面满心喜乐, 圣灵充满你, 让你放胆为主做见证, 圣灵或者给你有神迹歧视, 有说谎言的经历, 圣灵或者充满你, 给你有说别国语言的口才, 能够向南亚的人传福音, 圣灵用你, 圣灵用我, 你和我要虚心, 不是框了他的工作, 乃是分辨金人, 一主一信一洗一神, 同一位的圣灵, 他所赐的有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 不同的, 不同的, 在我们中间, 圣灵金人是怎样, 工作, 这个是使徒行传, 告诉我们, 我们需要虚心, 好好地去学习, 后主帮助我们, 同心低头极, 感谢天父, 因为你昨日今日直到永远, 你都没有改变, 你的大能, 与我们同在, 就好像昔日, 你与彼得, 若汉, 斯提反, 斯提反, 班纳巴, 保罗, 与阿波罗, 这些教会领袖同在一样, 你可以改变他们的生命, 你今日同样改变我们的生命, 你可以使用他们, 猜显他们, 你今日也使用我们, 猜显我们, 多谢主, 我们打开圣经, 我们不单止明白, 里面的教导, 我们从圣经的学习, 我们可以明白, 你在我们各人身上, 奇妙的作用, 你在我们的教会当中, 在今天, 丰富的彰显, 我们愿意荣耀归回给你, 但求你开我们的心跳, 祿我们能够明白圣经, 奉耶稣基督圣明基督, 阿们。